大家好 我这两盆莎木玫瑰又开花了 今年第三次开花 又想莎木玫瑰反复的开花 多亏大盆族交给我这个方法 非常实用 第一个 光照 莎木玫瑰是非常许光的植物 在养护过程中 夏季要适当的遮阴 因为光线太强 到了秋季可以给它潜雨晒 第二个 养分 莎木玫瑰花期从每年5月份 继续到11月份 我们施肥可以选用这种脱脂股份 含有非常丰富的有机磷 微蓝元素 能促进沙木玫瑰花样分化 开出满盆的花 而且花朵更加鲜艳 第三就是 空水 养护沙木玫瑰 做好了空水 出花就成功了一半 空到叶片尾 沙木玫瑰是非常耐旱的植物 因为静节部位非常粗壮 蕴藏着水分和养分 所以呢 做好了 空水 你的烧木玫瑰 就能开出满盆的花 好了 喜欢烧木玫瑰的花样们 我们这样养护更要乐于它 开出满盆的花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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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